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每日一书,本期要分享的书是《副业赚钱之道》,副标题是,从0到1打造多元化收入。 第一位作者是西安点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安晓辉。 第二位作者是西安广播电视台财经节目主持人,西安市民理财大讲堂讲师程涛。 我们想挣更多钱,想晋升,想要更丰富的生活,想提升竞争力,想自由职业,却往往被持续攀爬职场阶梯这一固定轨道限制住了思维,无法创造更多精彩。 本书提供的正是帮助读者跨越职场栏杆,创造全新可能的思维,方法和工具,三花巨顶法帮助读者判断何时开始探索新可能。 Scar模型辅助读者一步步将副业落到实处,财富管理金字塔探索生前法,扇形收入图统合职场,副业,理财,帮助读者用简单的工具掌控生活,走向自由。 书中讲到的每种方法都配有简洁易懂的图表和丰富的案例,适合想要拓展更多可能性,建立财务自信,掌控生活的职场人士。 来看第一部分,如何选择副业。 一般提到副业,我们都会有一个疑问,做什么? 在这本书里,作者一共收集了32个案例,提到了几十种副业,比如作字媒体,保险代理人,瑜伽老师,儿童礼仪培训,纹身设计师等等。 副业的划分,一种是有专业技术门槛的,比如编程,画画,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另一种是没有技术门槛的,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精力,随时都能做,比如像同城跑腿, 销售代理,参与问卷调查等等。 通常来说,如果有条件做专业技术方面的副业,当然是最好的。 因为这类副业有门槛,报酬比较高,并且在做的过程中能提高专业能力。 但是如果没有条件做专业技术类的副业,怎么办呢? 从其他副业做起,也是一种选择。 比如,西安一家大专院校的老师,有一次网络购物时,跟快递员聊天,对快递的工作产生了兴趣。 他心想,自己每天下班后,包括周末,都有空闲时间,并且还有电动车,不用添置装备就可以送快递。 唯一让他犹豫的是,怕别人知道他是大学老师,用一样眼光看他。 但转念一想,只要自己不说,谁知道这个呢? 就算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自己整天对着电脑,挺枯燥的,如果抢几个单,送送快递,既能为别人服务,也可以调剂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就这样,他立马行动起来,在APP上注册成为棋手,干上了快递的副业。 社会中有一些门槛较低的副业,比如外卖跑腿。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只要你愿意干,立马就可以干起来。 不过这些副业虽然能赚钱,但主要是消耗时间和精力,不利于个人能力成长。 所以,作者提出了一个五星分析法,从个人倾向、核心资源、客户需求、周边机会和收入结构这五个维度,来考察各种副业机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兴趣爱好,每一种兴趣中都隐藏着可以让人有所作为的副业。 比如,纹身这个兴趣,可以关联到纹身设计师、纹身师、纹身课程讲师、纹身练习等职业。 比如,读小说这个兴趣,就可以关联到写作、编辑、出版商、书店店员、图书经销商、封面设计师、插画作者、美术设计师、图书管理员等职业。 再比如,书中提到,顾先生是一家网络公司的产品经理,他喜欢玩车,只要聊起车来,他总是滔滔不绝,说得头头是道。 有朋友买车时,就叫他帮着验车,他也帮很多朋友验过车,反响很好。 他买房结婚后,经济压力变大,想通过副业贴补家用,就想到了这个兴趣。 于是,顾先生就把目标锁定在这个方向,通过系统学习汽车专业知识,考取二手车鉴定评估师的资格证书,干上了二手车评估的副业。 这个案例可以说是将个人兴趣变为副业的一个典型。 要把兴趣转化为工作,光有兴趣还不够,还要经过一定的钻研学习,甚至要有资格认证才可以。 社会的节奏越来越快,各种大小趋势此起彼伏,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机会。 只要留意这些趋势,再加上努力学习,开展副业也是水到渠成。 比如,书中提到,藩女士在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有了孩子后,想为女儿买保险,就开始研究保险知识。 她学习能力强,对理财知识感兴趣,水平提高很快。 研究一段时间后,她意识到保险在国内正是蓬勃发展阶段,前景很好。 于是考取了保险经济资格证书和职业证书,当上了保险代理人。 她把自己买保险的思路分享到自己参与的宝妈群里,有些宝妈很感兴趣,就来咨询她。 而她的原则是自己买的才会推荐,自己看不上的,绝不推荐。 这样就赢得了宝妈们的信任,不断有单子成交,从而成为一名优秀的保险经纪人。 所以,在当今市场经济中,副业机会是广泛存在的。 一方面可以面对周围的人群,用特定的服务或产品满足他们的需求。 另一方面是关注社会、行业趋势,从趋势的变动中寻找副业。 我们每个人在职场摸爬滚打,都会掌握一些有价值的资源,比如知识、技能、人际关系、信息、渠道等等,也可以想办法把它们转化为副业。 再来看第二部分,如何运用自身资源,开展副业。 作者分析了每个人都可能有的四种资源,包括知识与技能、人际关系、信息、渠道,还总结了八种资源变现模式, 包括教别人学知识、帮别人做事情、给别人当顾问、开发自己的产品等等。 我们简单说说其中两个。 一、教别人学知识、技能。 小李在一家小公司做软件开发,一人分饰多个角色,接触到了做软件的各个方面, 包括产品设计、界面圆形、技术圆形、前端开发、后端开发、数据库设计、服务器环境搭建等。 后来因为能力出众,小李进了一家较大的公司做资深招瓦开发工程师。 在新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小李感觉到工作强度不是很大,自己行有余力, 就琢磨着在做点什么事情,开拓自己新的能力,也可以赚取一些额外的收入。 考虑到自己在招瓦后端开发方面有四五年的经验,而自己在语言表达方面需要提升, 他决定录制视频课程。 这样一来可以通过教别人提升自己,二来可以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 于是他开始梳理自己掌握的招瓦知识,设计课程章节,设计事例,设计PPT, 对着电脑讲解,录制视频,剪辑视频,一个人搞定所有事情, 然后发布到CSDN学院,标价售卖。 小李的视频课程收入不高,但通过录制课程, 他发现自己的文档编写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 同时对技术的理解也更深入了,反过来还促进了主业。 小李选择将自己掌握的知识讲述出来,以付费视频的方式交给别人。 他的副业选择正是基于自己积累的知识和技能。 这种将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课程教会他人的副业模式, 很多知识工作者都可以考虑。 二,帮别人做事情。 老黄是一名硬件工程师,在一家公司负责研发个人护理方面的电子产品, 比如电动牙刷、截面仪等。 他对PCB Layout设计很在行, 对软件开发和各种与PCB相关的工具也很熟悉。 老黄因为工作节时的很多朋友也在消费电子这个领域工作。 朋友和同事知道老黄是PCB Layout的内行, 也精通软件开发,就经常找他帮忙做Layout设计,并给他一些报酬。 老黄就这样做起了副业。 但这类单子往往比较急,老黄要熬夜加班。 一般会从晚上8点做到凌晨一点, 到了周末会更晚,有时到凌晨4点才能休息。 总之,因为老黄的技术很棒, 产品交付及时,在客户中口碑很好, 形成了固定的客户群,也就有了稳定的副业。 这是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副业的典型方式。 其次,以主业外的技能服务别人。 比如,小汤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质量管理主任, 负责规范员工的操作流程。 这份工作并不难,小汤做得很出色, 但很难有晋升的机会。 于是他就想办法提高个人技能, 从学PPT设计开始, 主动帮其他同事做数值报告的PPT。 后来又参加公司的PPT设计比赛, 得了第一名。 这样,公司的同事都知道他会设计PPT, 给了他一个PPT达人的标签,并逐渐传开了。 有一次,有朋友找到小汤, 说身边有个朋友想找人做PPT, 问他愿不愿意做。 小汤琢磨了一下, 他觉得业余时间接单子, 一是可以打磨自己的PPT技能, 二是可以培养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 对工作也有帮助, 于是他就答应了。 在做完第一单之后, 又有朋友邀请他, 第二单,第三单, 慢慢都来了。 就这样, 他开始了一份做PPT设计的副业。 所以, 现在随着新的学习方式兴起, 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别人, 也能成为赚钱的副业。 只要我们抓住机会, 就一定可以。 副业不仅仅是用业余时间赚钱, 或提高专业技能这么简单, 而是通过开展副业, 在副业中学习成长, 实现职业生涯的跃迁。 那么, 如何找到有发展潜力的投资型副业, 而不是简单的拼时间和体力的消耗型副业呢? 简单地说, 要注意两个角度, 一个由内而外, 一个由外而内。 所谓由内而外, 就是从自己的条件出发, 分析自己的知识, 技能, 兴趣, 特长等, 看自己能做什么, 想做什么。 而由外而内, 就是从工作的性质考虑, 通过有没有专业壁垒, 是否具有负利效应, 是西洋产业还是朝洋产业等标准, 来筛选具有成长性, 值得长期投入的工作。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先从由外而内的角度, 找自己最看重的三个工作特质, 筛选出第一份副业清单, 再通过由内而外的自我认知分析, 找三至五项自己最擅长的工作, 最想培养的技能, 或最感兴趣的领域, 筛选出第二份副业清单。 最后, 对比这两份清单, 重叠的内容就是比较理想的副业。 如果两方面没有重叠怎么办呢? 就说明我们对副业的目标设置和自身条件分析有偏差, 也就是理想和能力不匹配。 那就得调整, 要么降低对副业的要求, 要么提高自身的条件。 总之, 只有经过认真分析和慎重考虑, 才能发现理想的副业, 并且经过调整和校正, 大多数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副业。 再来看第三部分, 如何坚持实践副业。 作者说,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想做副业的人越来越多,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副业上取得成果, 甚至可以说, 大部分人都杀鱼而归。 有的人是还没开始行动, 仅仅是想一想就算了, 有的人做了几天, 觉得太累便放弃了。 有的人想要坚持却不知道怎么做, 挣扎着挣扎着走不动了。 有的人一直在走, 却忘了为何要做, 以至于不想再做。 有的人见到了回报, 却因数量太少, 时有时无, 在黎明前主动放弃等等。 原因多种多样, 我们应该如何坚持把副业做下去呢? 我们在做副业的过程中, 可能遇见什么困难, 有哪些解决办法呢? 作者总结了开展副业常见的七个阶段, 分别是, 观望, 三分钟热度, 坚持, 自我怀疑, 冰火交织, 安营扎债, 衰退。 他不是一劳永逸的, 而是会反复波折, 需要预判和应对。 怎么办呢? 作者介绍了18种关于落实行动和坚持努力的方法。 我们简单说说其中三种。 一, 观望。 观望这一阶段, 最重要的问题是不行动, 总是在想一想的过程中挣扎, 总是不能迈出第一步。 原因也很多, 比如害怕失败, 事情太难, 时间不够用等等。 遇到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作者给出的建议是, 起而行之。 就是说, 先干起来再说。 这种行动背后, 其实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我们很多时候做事犹豫, 不断观望, 是因为习惯里, 有一种认知, 认为, 想做什么, 要先学会, 然后再去做。 但实际上, 生活中大量实践, 都是先做起来, 然后才知道怎么做, 甚至擅长和主动去做。 也就是说, 我们干副业的时候, 不用考虑太多, 反复掂量, 陷入不断观望的陷阱, 其实只要方向正确, 自己想干, 就先干起来, 在实践中, 不断修正和调整就可以了。 2. 三分钟热度 跨过观望阶段的人, 怀着对副业成功后, 有大把现金流入, 社交圈层提升, 财务自由, 影响力提升, 天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等美好结局的强烈憧憬, 开始采取行动。 在新鲜感和热情的加持之下, 浑身是劲, 勇猛前行, 仿佛副业有成, 指日可待。 然而不久之后, 他们就会发现, 在最初的新鲜感和热情退去之后, 各式各样的不适合麻烦接踵而至, 时间不够用, 睡眠不够, 大咖不回答自己的微信消息, 没钱参加昂贵的线下培训, 缺乏资格认证, 老板总是用狐疑的眼光凝视自己, 回报遥遥无期等等, 陷入了三分钟热度的困境。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作者的建议是, 提升重要性。 就是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提升事情的重要性, 就能让自己的努力更有韧尽。 相反, 如果你认为一件事没那么重要, 就不会主动去做, 或者碰上点困难就想打退堂鼓。 比如, 作者在2017年的某一天, 他起床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摔倒在地板上, 昏迷不行。 后来一检查, 查出高血脂, 颈动脉硬化等各种问题, 让他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在这之前, 他也一直想锻炼, 但没有真正去做。 在这以后, 他开始每天跑步, 即便冬天是外结冰, 也要穿上运动服去跑, 不让这个习惯中断。 这就是体验到了失去健康的危险, 而把锻炼看得无比重要的结果。 三, 自我怀疑。 身处坚持有方阶段的副业探索者, 如果长时间体验不到回报感, 就会进入自我怀疑阶段。 这个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各种怀疑, 反复怀疑。 怀疑初衷, 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做这个事情呢? 怀疑成功的可能性, 坚持, 真的可以成功吗? 怀疑投入产出笔, 到底能有多少回报? 投入这么多精力值得吗? 怀疑用错了力气, 我的方向对吗? 我做事的方法对吗? 怀疑得多了, 就会焦虑, 压力与日俱增, 扛不住时就会退却。 放弃的原因更多集中在成功遥遥无期, 看不到希望, 不值得, 有更想做的事情了等等。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作者给出的方法叫阶梯模型。 简单地说, 就是把大目标分解为小目标, 从小目标开始做, 容易看到成果, 保持自信。 具体来讲, 可以把一星期以内的目标定为步骤, 一周到一个月的目标定为短期目标, 一到三个月的目标定为长期目标, 三个月以上的目标定义为梦想。 把目标分解之后, 就可以着眼于具体的步骤, 通过标记打勾的方法来推进任务, 一步步地由短期目标向长期目标迈进。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可以迅速看到做事的结果, 增加自信心, 保持紧迫感。 好了, 这本副业赚钱之道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